中環影坛近50年的吳曼达 从影以来拍过超过200部影视作品 在1991年近凭天若有情 获得金像奖最佳南配角 1973年22岁的达哥 投考电视台艺员训练班 随即展开他的光影生涯 当中最为人俊俊乐道 就是他和周星馳由80年代末开始 展开超过20年的幕前合作 打造多部繪迫人口的作品 包括整股专家、赌合、途学威龙、食神、少林足球等 不过在2004年星爷开拍新戏时 并没有邀请达哥演出 有传二人不和 其后达哥也承认闲有跟对方联络 千期年后达哥淡出香港影坛 转到内地及台湾发展 而近年就多次传出达哥身体不适 今年年初达哥拍摄海报时 就试过心脏突然不舒服 而其实早在2014年 达哥就因为心脏衰竭送入医院抢救 幸好手术成功 现在基本上就在家休息 尽量不要粗劳 应该半年左右 希望半年可以恢复健康 康复后的达哥逐渐减产 2018年达哥在内地卫生器宣传时 就非常感触 说庆幸自己可以继续留在幕前工作 非常感慰 也让我回忆很多事情 在一路下来45年 当然也有坎坷不平坦的一面 但是也非常怀念 这就是我生传的最大毅力 我见面子好像就特别喜欢演戏 然后幕后对我来说没有兴趣 去年因为疫情达哥大部分时间 留在香港也获邀接拍广告 当时他也有向传媒提到 自己开始注重养生 走山 走水堂 走几个钟头 大家聊聊聊 慢慢走 近期就少一点 因为我太太不是香港 她怕我走得辛苦 所以就没有让我去 在家里自己也有行公园 或者做一点运动 例如不断感那些 我也有做一下 晒晒晒晒晒 大家都知道 疫情这个病毒比较隐形 比较难以触摸 所以原来也很小心 而达哥最近一次亮相 是在内地的电视节目 宣传他和王宝强合演的新戏 当时达哥就指非常感恩自己获邀演出 而这部电影也成为达哥的遗作 个人生活方面 达哥先后经历三段婚姻 共有五名子女 达哥就曾经在专访提及过 初出到年轻时的他 性格豪迈不羁 更是喜欢赌博 1980年就试过欠下巨债 幸得法哥当年拒绝借钱给他 令他决定收心养胜 还清债项 并重新鑽研演技 成功留在演艺圈发展